我想历史不能靠想象 一定要还原真相 我想我们两岸原来就属于一个中国 这是历史的事实 而且是历史充分印证的事实 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 如果两岸不是同属于一个中国的话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甲午战争侵略我们 而且我们是被迫割让台湾 所以那表示以前就是属于中国 所以他才要发动那么样的大规模产业的战争 强迫我们这个割让台湾 只是现在历史被切割 那岛内在历史教育里面去中国化 连中国史都不教 那即使是台湾史尤其清史 它不是这个系列的排下来 它是把它改成一个一个课题 给你切割了 那强调这个原民历史 原民死官 那它的目的就是要斩断 那切断我们这段的历史记忆 那我们目前 我想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恢复我们两岸 共有的历史记忆 我们原来是属于一个中国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未来也是 这是历史的事实 那是什么事实 有机会 没有啊 对 契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